基本上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其实是十分的完美 我对个人的要求 所以我希望我的员工 男的帅女的美 大家都很聪明 当然是比较难的 那退而求其次可能 基本的要求 我觉得外形给人家舒服 是很重要 可是我在挑选员工或主管 我希望他是很有热忱 专业知识一定要具备 这是绝对 各部门你的专业知识一定要具备 但是我如何从interview 就知道他专业知识具备 当然就是自己的经验累积 可是同业 我想不管在饭店 其他的产业都一样 同业的一个口碑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也会去做一些 reference check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参考 但是那只是一个参考 同业的一些口碑只是参考 我觉得重点是 当你在跟他面谈的时候 他表现的积极度 他不想争取这份工作 你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 还有他有没有做功课 有没有做先前的准备 这些都可以去判断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